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6月2日 星期三 今節就是 跟大家講一節國情的新聞 這一節要講的是國內的疫情 話說現在 國內 尤其是廣東這個地方 廣州這個地方 疫情就是不斷地惡化 最新的消息就是 廣州竟然緊急要叫停疫苗的接種 等一會 疫情不是已經持續升溫 已經解決不了嗎 為甚麼要在這個時候緊急叫停疫苗接種呢 根據這件事 官方有自己的說法 說要抓住人們做核酸測試 我們可以很肯定中國大陸 忽然之間叫停疫苗接種 一定是有特別的原因 當然大家可以想像到 其實一直 網上有大量的片段流傳 那些所謂的疫苗接種點 是出現大量的人龍 將那些 接種點 完全包圍 也是怕被人打尖 所以 人龍就是一個接一個 好像恐慌那樣 撲著 要進去醫院 要打針 事件很快就會引起 群眾的恐慌 這件事 就是中國大陸 最害怕的東西 政權最害怕的東西 在此只能夠希望在廣州或佛山 廣東的香港 支持民主自由的同路人 希望他們平安 詳細再跟大家 分享 以及分析這個新聞之前 請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兩個頻道的節目 我們雙頻道廣播 升旗易得道 以及星期二日報 記得 用Google戶口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用Google戶口訂閱我們兩個頻道的節目 繼續幫忙欣賞廣告 努力點擊廣告 用無限loop大法打開節目的清單播放 讓他自己播放廣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接下來6月4日 本台會跟 袁爸爸的台會有聯合廣播 會有64的 特別節目 請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身在英國的朋友 6月4日 6月4日 倫敦會有64的集會 我們會跟 一群網友 本台會出席 時間是6時 在里斯特廣場 在Leicester Square 這是第一場集會 第二場是8時至10時 就是中國領事館 希望在英國 方便出席 可以出席的朋友盡量出席 廣東 廣州還有佛山的 武漢肺炎 又或者是中共病毒 疫情不斷 升溫和發酵 早前 廣州忽然之間宣佈暫停疫苗的接種 去到6月1日 昨天廣州 很多個 不同的市場 都需要封閉 在他旁邊的佛山 廣佛同城 所以 佛山的情況 都是一樣惡劣 佛山 處於封閉狀態 如果要離開佛山 需要有 核酸 陰性證明 廣東 不斷出現新增的病例 數字 一定 比起官方公佈的 最少 多兩個零 官方告訴你 有200人確診 最少 大家可以想像到 超過2萬人 大家想像一下就知道 當初又說病毒 是針對中國人 鬼佬沒事 到了後來 歐洲西方社會出事 大家也可以想像到 在西方世界 雖然說 鬼佬 戴口罩 但實際上 鬼佬 做的防疫措施其實不算少 他們 也會守規則 例如英國 有些所謂的溫維 一邊是出口 不可以做入口 人們會跟著來做 所以段段就不能夠 將整個西方世界跟香港的防疫 比較 香港的防疫 是因為香港 爆發過SARS 所以香港人就知道一定要做好防疫 要戴好口罩 要洗好手 相同地 中國大陸 人 其實說防疫 一定比起西方世界惡劣很多 自私人一定是更加多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到 有這樣的疫情 怎麼可能不會在中國大陸大爆發呢 所以 忽然之間 不是疫情大爆發 是消息大爆發 結果官方就說 廣州 深圳就出現了 印度的變種病毒 也有英國的變種病毒 變種的病毒再互相混合 就是令到感染性 可能傳播力量就會更加大增 是不是更加致命 未必是 感染程度 傳播力 肯定是比之前更加強勁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中國大陸就是因為長期 是一個獨裁政府 用資訊管制 假新聞 封鎖消息 造成 全體的人民根本就是不相信政府 公佈的東西 所以 不要把問題有時候本沒倒置 中國大陸的人民 一聽到有問題就會恐慌 就會 所謂亂 其實原因正正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政府 如果這個地方 從來都是文明開放 政府是會負責任的 其實 內地的人民 未必一定會是這樣 有什麼事 就是恐慌去搶購 這個其實根本就是官方造成的 再官方就告訴你 大陸人就是要管 不管就會亂 細心一想 其實是本沒倒置 實際上造成 大陸人長期不受教育 沒有文明 容易會慌 容易會亂的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中共的政權 到了55月31日的時候 廣州市副市長 就在廣州市的疫情防控中心 宣佈 廣州會即日起 停止接種疫苗 他的解釋就是要把 將集中醫療的力量擴展更加大規模的核酸 檢測 也因為 各個接種點人滿為慢 所以就要減少感染的風險 所以竟然就是忽然之間 即日 宣佈停止接種疫苗 所以 有中共 搞出來的 中共管治的地方 地方就會亂 因為你一天公佈一個政策 第二天又改了 當初 大家以為有得 接種疫苗 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沒有 今天你就告訴他 亂的源頭 就是當局 喜歡就是一種政策 不喜歡就是第二種政策 這個就叫招令直改 如果你不是五時花 六時變 怎麼會中國人 每次都會那麼亂呢 這個就是根本 不需要負責任的政府 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也不需要問責 這就是 獨裁政府最可怕的 獨裁政府一定就會造成人民 恐慌 稍為有些邏輯的人也知道 既然你說怕人滿為患會增加感染風險 你要做大規模的核酸測試 情況就是一樣 所以換句話說 全部停止接種疫苗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接種的地方 人群出現恐慌 而恐慌的片段 和訊息 官方 沒有辦法禁止 官方假如再去禁止 這些消息 公安要上門去抓人 只會使得整個 廣州 廣東 佛山 亂上加亂 這就是中國大陸式的維穩 越維越不穩 因為封鎖資訊 令到人 對於 有甚麼事情發生 都會相當恐懼 所有的小道消息 所有的 謠言 謊言 全部都會對群眾 造成極大的反應 根據網上一段流傳的聲帶 應該就是來自廣州的潘儒 有廣州潘儒的官方人員 跟他的親戚朋友說 叫他不要到處走 尤其是說他的親戚朋友住在祈福新村 那裏很雜 甚麼人都有 如果到處走 會有很大機會確診 他也說 最可怕的就是那些沒有症狀的感染 現在他說所有的個案裏面 有三成 有三成都是沒有症狀的感染 其實我們當初 早就知道 中國大陸有甚麼可能會沒有疫情呢 在聲帶裏面 潘儒的官方人物 說廣州 和佛山 實際上 已經完全淪陷 他們 只是在等著封城 疫情已經是挽救不了 所以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感染數字 遠遠是比他們公佈的多很多 這個 早就已經可以想像到 現在中國大陸只不過是出現 歐洲 英美這些地方 疫情失控的情況 中國大陸不是疫情不失控 是中國大陸一直在封鎖這個消息 我們接下來相信他會大規模封鎖廣東的訊息 這個中共一定會做得出 所以只能夠勸 在廣東的朋友真的要很小心 如果可以離開的話 盡快就先離開 當然也要做足防疫措施 保護自己 保護其他人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